港股昨日继续推上,为第三个交易日年升,行指最高建二八六九四,升三五六点,然后有回吐,再略低水平徘徊。 由于昨日为三月期指结算,受每十五分钟计价一次的影响,市情较为反复,实难避免,好在好友友避而来。 稳住近期受压的新经济股,加上本地财团股做好。 支持了大市,收市恒指报二八五七七,升二三九点,全日总成交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。 交投不多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本周五就放长假,到下周三财福市。 长假临近,炒家自是倾向于轻仓。反正也没有什么特别消息非急于买货。 故懒斟懒饮奶假前例见现象。 还有,是炒弄的哪家国际对冲基金被洗仓的货源还有多少? 市场仍在估算中,在未到下结论之时,大家相对审慎,也是自保之道。 昨日有个奇怪的情形,就是不乏公布业绩后倒跌的股份。 这些股份并非业绩不佳,而是遇到了消息出台后的计数盘。 中国海外就是其中一例。未知是否上述的情绪有感染。将于收市后公布业绩的农行。 中行都有压力,尤其是农行。增跌于3%。可令渣家摸不着头脑。 教令渣家开心者。是本地财团股、地产股,昨日有不续声势。 走在前列的是行基地产。新地。新世界升5%,比较之下,长实只是微升,就显得大为失色了。 未知是否与欧洲疫情严峻有关。长实在英国投资的啤酒家要重新成为亮点。恐怕还有一段守候的时日了。 中信公布业绩。有5%的增长,以去年疫情之影响。 这个增长可视为不错了。在内地的综合企业中。 中信是响当当的角色。值得多望两眼。经过三日回升后。 27500调整的一个底。应该更为稳固了。 今日是3月最后一个交易天。也是基金的结算日。 按道理应该以稳好为基调。已完成2020-2021年度的年结。